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向导节目 我是主持人千睿 今天千睿又带您来到了Sara Monty Subaru车行 来这里了解一下Subaru的车 上一期节目我们已经带大家了解了一下 它的Cross Track这辆车 今天我们将继续了解2022年Cross Track这辆车 它的价值到底是在哪里 顺便我们也来驾驶一下这辆车 来体验一下2022年Cross Track这辆车的性能 好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 这款车它的离地空间有8.7英寸 而且它是配备的是全时四轮驱动系统 所以可以应付各种路面的需求 不管你是在狭载路面或者是有越野的需求 或者是想体验一下驾驶的乐趣 它都能满足你各种的驾驶需求 既能在狭载的街区穿越自由 也可以满足您出门的越野要求 判断一款车的市场价值要看看这款车在广大的消费者身边的 它的这样的一个受欢迎程度 那我们先看看Subra Cross Track这款车的市场数据 我们先从单一的销售量这个角度来看 Subra Cross Track这款车是从2012年9月开始在美国开始卖的 根据Good Car和Bet Car网站的数据显示 可以得知2012年9月10月11月和12月的全美总销售量为7396台 2013年的总销售量就为54011台 2018年的销售是最多是144384台 截至去年2021年的总销售量为127466台 我们做一个粗略的估算 这款车从开卖到现在8年的时间里销量增加了约236% 这么好的销量一定有它的道理 这什么原因让它在美国这么受欢迎呢 那我们还是带着这些问题来问问它这里的华人销售吧 那我想问一下2022的Cross Track有什么优势 能让这么多的消费者这么喜欢它 Cross Track算是苏鲁鲁家族中非常明星的一款产品 它的主要优势例如说它的车身尺寸非常的小巧 同时它保持了SUV的传统的离地间隙 都是8.7寸 这样使得消费者在开车的时候既有了SUV的车感 同时又非常便于像在三番市这样比较拥挤的城市来随时停车 这样比较好 同时它也有四驱的性能也是非常棒的 大家在节假日的时候去雪地里去山里玩一玩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非常优良的四驱系统 它的安全性能也是备受瞩目的 所有的Cross Track今年全系都配备了两个摄像头我们叫做iSight 它能够自动监测前方的交通路况 如果前方有车辆的时候它会自动来报警 同时减低车速跟前方保持适当的距离 您偏离车道的时候它也可以报警帮您带回到您的车道里 所以它的安全性能是备受瞩目的 这也是为什么它在美国的IIHS协会的安全性能评分中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分数 那么同时Cross Track它的保值率是非常好的 它被美国的KPB连续两年评为最保值的车型 所以说您来购买Cross Track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 那么最后点我想说的是它在路上的使用率是非常高的 我们有一个调查研究 过去九年之内所购买的Cross Track 现在还有97%的车在路上行驶 说明大家对这款车的信心是非常高 它的质量是非常好的 我这边可以举个例子 我有个顾客叫Lisa 她购买了我们的一个Cross Track之后 她后来给我们的客户反馈中 她给我们的Cross Track打分是非常高的 她觉得这个车满足了她日常的所有的一些需求 比如说她去超市也很方便 她周末的时候喜欢跟她的朋友们 有时候可能会去一下 例如说像优胜美帝或者是太后湖那边 也非常的方便随时走 就算下雨下水天的时候 也不用加雪链直接走 因为它是四驱性能的车子 同时这个车子的节能方面 节油方面也做得非常的好 在Freeway她告诉我 她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 例如说像一个Gallon 可以跑到32 33mph这样 所以她觉得是非常满意的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有关Cross Track这辆车 或者是Subaru的其他车款 欢迎您来到Sarabonte Subaru车行 这里的华人销售将结成为您服务 他们这里也有收购二手车的服务 所以您家里要有闲置的二手车 也可以拿到这里来进行估价 当然了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有关 Subaru的促销信息 也欢迎您看大纪元时报的汽车板块 那里会有更多的信息来展示给您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